这种农村的活泼江您认识吗 我们当地的老人足足贝贝又称它为送子江 像这种植物它可就厉害了 跟生姜呢长得比较相像 但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 比生姜的价值与用途可要高出很多 因为它圆了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生殖梦 像这一种植物的话 在我们当地有一些女性朋友 他们怀不上小孩 或者打过胎流过产的人群 都会用到这个婆婆江 所以在我们当地只要懂它用途的老人 就会在自家的房钱乌贺或者菜地 种一些这种的婆婆江 拿来换一些零花钱 或者供自家的子女或者亲戚使用 所以它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比较有名气的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在我们当地呢 有很多的人呢怀不到小孩 记得有一位七零后夫妻也是结婚七八年了 都没有要上小孩 然后她婆婆就打听到这个婆婆江 就给她用了一两个月呀 没想到她用了一两个月呢 竟然就怀孕了 现在小孩呢都已经读高中了 说明这个婆婆江 她的价值与用途呢 非常的珍贵 就在前两年我的朋友呢 也是因为之前生了两个女儿 然后呢也是三十年没有怀上小孩 她婆婆呢也给她用了两个多页 这种的婆婆江 她就怀孕了 马上呢也都要生育了哈 所以这个婆婆江 她的用途呢也是比较强大的 在我们当地懂她用途的老人家呢 都会重一些哈 可能很多的人呢都不太认识 我们俊几里的看一下 就是这种的婆婆江 其实她的生长原理呢 也是跟那个生姜 跟黄金呢比较相像哈 是这种一年长一节或者两节的 像大山里面呢 也有这种的婆婆江 不过她的根部呢就比较小一点 基本上呢都挖不到很大的根部 像这种老人家种植的呢 采取了那个椎肥 还有就是比较好的去管理它 所以长得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的话 一两年三四年的时间 才能长这么大 像这棵这么肥大的 应该都长了有五六年了 虽然说跟生姜比较相像 但是呢它闻起来呀 就没有生姜的辛辣味 而且呢就是只有那种无色无味的 像这种植物呢 它的用途可以来说还是比较强大的 不知道在朋友们家乡啊 有没有这种的婆婆江啊 你们对它有多少的了解呢 可以在评论期留言讨论 或者呢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呢了解一下 好了 本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看农村视频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就下个视频 再见了